大家好,我是Blackmagic Design中国办公室的技术工程师武珊瑚。 在本期视频中,我将为您讲解DaventureSoft场景探测功能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场景探测功能能够快速高效地将媒体文件分割成多个片段,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操作。 场景探测功能必须在片段导入之前使用。 首先,进入媒体页面,在媒体存储浏览器中找到并选重要分割的媒体文件。 右键点击片段,选择场景剪切探测。 场景探测面板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显示器、场景探测图表和剪切点列表。 您可以在这个面板上分析影片,检查自动找出的剪切点和管理剪切点列表。 点击面板下方的自动场景探测。 此时,开始进行场景探测。 检视器窗口中包含了一个主画面和两个小型画中画。 这三个画面旨在便于测试场景检测图中的播放头是否位于剪辑点上。 如果正好位于剪辑点上,那么左下方的画中画应该与中心和右下方的画中画显示完全不同的针。 而中心和右下方的画面应该非常相似。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您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剪辑点。 但如果您发现检视器出现三个连续相同的针时,可能出现了错误的场景剪切点。 请在剪切点列表中记下剪切点位置,以便之后检查。 检视器面板正下方显示了一排播放控制键,一组共有七个控制键,包括跳到手针、反向退回一针、反向播放、停止、播放、正向前进一针和跳至尾针。 当Divinci Resolve完成场景探测后,将播放头移动到一些前后场景较短的场景剪切点处,通过缩放滑块和三个检视器验证此处是否真的是剪切点,从而进行剪切点的添加或删除。 如果您在软件自动探测出的场景剪切点中发现了一大批假剪切点,例如,有一大批剪切点对应的是镜头间的叠化,您可以使用标记入点和标记出点功能在场景探测图表中标记出这段具有大量假剪切点的区域,再点击剪去按钮清除场景剪切点。 剪切点列表位于场景探测面板下半部的右侧,列表中分别是场景编号、帧序号和起始时间码。 鼠标点选剪切点列表中的某个剪切点,或用键盘中的上下键头键查看剪切点。 面板上半部分的三个检视器中将显示对应的画面。 场景探测图表也会显示对应的剪切点位置。 品色的水平线是置信条,如果精灵验证后发现并不是真的剪切点,您可以通过向上拖拽置信条,让它的高度超过某些较矮的垂直线。 则这些场景剪切点对应的垂直线将从绿色变为灰色,系统会自动将这些剪切点从列表中移除。 此时,素材片段已经探测并切割完毕,您可以将剪切的片段添加到媒体池中进行下一步工作。 希望本期视频可以更好地帮助您使用场景探测功能。 如需更多资讯,请访问我们的官网。 。